记者廖雪如新竹报道,受到元月上旬寒流来袭的影响,新竹现额梅等乡镇镇值产季的柑橘有出现冻伤等灾害情况,县府农业处表示,经初步调查换散,全县柑橘无收获面积约40余公顷,损失1000余万元,近日时的勘灾后,将由农粮署等单位进行复查确认。 农业处处长秋市昌表示,全县柑橘作物总计2348公顷,年产量约4万余公顿,产期约自11月中下旬开始,其中较大宗者依序为碰干、海离干、捅干及茂骨干。 农粮科说,受到上波寒流连日低温影响,包括额梅、衡山、丘陵、竹东及宝山等乡镇的柑橘园有出现冻伤、双害或是落果灾情。 但面积不大,已正值产系的海离干和即将上市的桶干居多。 据初步统计,干局被害面积合计约110、8公顷,损害程度36%,换钻无收获面积约40公顷,损失约1026万元。 农粮科表示,农业处连日来根据低温灾害报告,协同各乡镇公所和农会人员时的勘灾,将会整体报农委会由农粮署等单位进行复查,确认干局实际损害情况,争取天然灾害救助。 由于干局冻伤后预阳光会变染,农民大多自用或是堆肥。 邱世昌表示,去年因气候平顺无台风柑橘品质优良,预估柑橘整体产量较往年成长约1到2成,建府出府岛新竹县农会建制。 网络平台会整个地优质柑橘产品资讯也和各公所农会携手推出一波波行销活动,协助农友销售,请民众多加支持。